所以善恶本来就是因果的一种 因为当你了解了这个善和恶 如果在因果上讲起来 你做了一件善事 到了最后的果不好 实际上并不是说你发心好就能做好事 我们说了一个医生只管开药方 不管病人吃的死活 这也是个好医生吗 你说我是为他好 最后怎么这样 自己要了解自己 很多人整天说我了解他 我了解他 实际上你连自己都不了解 你怎么会了解别人呢 当自己快要生气的时候 你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性格 我生气了 我会做出什么举动 你要懂啊 你今天太太夫人 老婆生病了 你知道他接下来会干嘛 你都要了解的呀 他要发脾气了 你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你知道了这个果 你这个een就不会乱来了 你这个音就不会乱来了